有没有所有人站在港台上演讲的时候 都会感受到全世界的成员给他的支持 我感谢有在围幕以外很多人给我的支持 圣灵向我们传达我们需要的重要信息 来指引我们今生的旅程 如果这些信息是明确、清晰和必要的话 这些信息就被称为启示 如果这些信息是我们事上获得的连续提示 指引我们一步一步迈向有价值的目的的话 为了这个港道的目的 这些信息就叫做灵感 启示的一个例子是 在奔赛金会长那时 只有部分配清的男人可以得到成绩 他就有关给予教会中 所有配清的男人成绩这件事 向主长久而持续地狠切祈求 最后得到提示 另一个启示的例子是 约瑟 F. 施密会长获得的 这一项指引 他说我相信我们的动作全流都在天上智者和天上人物的面前 我们并没有与他们分开 我们与我们的亲人祖先有着密欠的关联 他们被我们早进入灵的世界 我们忘记不了他们 我们对他们的爱永不停止 我们一直将他们放在心里面和记忆里面 因此有种我们没有办法解开的连结 使我们与他们结合在一起 假如我们今生的情形是这样 今生具有种种限制和弱点 我们可以更加肯定地确认那些已经逝世 而且始终中信的人能够看到我们的程度 远胜过我们看到他们的程度 而他们对我们的认识 也比我们对他们的认识 我们在他们面前生活 他们看到我们 他们挂念着我们的福祉 他们现在比以前更加爱我们 由于他们现在看到我们四周的危险 所以他们比我们更加挂念我们自己 比我们更加爱我们自己 也比我们更加关注我们自己的福祉 透过万子 我们可以去巩固我们心爱和认识的人的关系 这是借着我们决心努力 持续去做正确的事而达成的 当我们知道分离只是暂时 而圣殿中所立的圣约是永恒的话 我们亦和心爱已逝世的关系 能够得到巩固 我们得到保证 如果我们持续去服从这些圣约之中的认识 便会在永恒中实现 在我生命中有一个很清晰的启示的例子 就是当我受灵的强烈提示 去请求金尼佛金斯和我一起在圣殿印证的时候 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的其中一个重要课程 就是学习求问 为什么主要求我们向祂祈祷和求问呢 因为这个就是获得启示的方法 当我面对非常困难的问题的时候 我就是这样尝试了解要怎样做的方法 我禁食 我祈祷去寻出和了解会对我有帮助的经文 这是循环的步骤 我开始读一段经文 我沉思经文章节的意思和祈求得到灵感 然后我沉思和祈祷 去寻出我是不是已经知道所有主想我做的事 通常会有更多意念来到 和增进了对教义的了解 我发现这个模式是由经文中学习的最好方法 有些实际的原则会增加启示 首先放任我们的情绪 例如愤怒、伤害或者自我保护的事 都会赶走成灵 一定要去除这些情绪 否则得到启示的机会是很微的 另一个原则就是 要小心使用幽默感 高声不合议的嘲笑会冒犯圣灵 善意的幽默感有助启示 但是高声的嘲笑无助于启示 幽默感是释放生命压力的排气阀 另一个启示的敌人 来自于夸张或者高声的言谈 谨慎、温和的言语 有利于获得启示 另一方面 灵性沟通可以透过良好的健康习惯 而得到提升 运动、适量的睡眠 和良好的饮食习惯 都会增加我们接受 和明白启示的能力 我们生命的长短已经有定数 但是透过做谨慎合议的选择 我们可以同时提升 我们服务的质素 和我们个人的福祉 很重要的一点是 不要让我们日常的活动 干扰我们聆听圣灵的时间 启示也可以透过梦境 在我们几乎察觉不到 由睡眠过度至清醒状态 而获得 如果你尽力立即保存启示的内容 你可以记录得很详细 否则的话 很快就会消失 在晚上受灵启发的讯息 一般都会伴随着 对整个体验感受到神圣性的感觉 主通过我们非常尊敬的人 在梦中教导我们真理 因为我们信任这些人 和会听他们的劝告 其实是主透过圣灵去教导 但是主可能会为了令我们容易了解 和比较可能感动我们的内心 而令这些教导来自我们所爱和尊重的人 如果是为了主的目的 主会使我们记得任何的事 但这样不应该削弱我们去记录 低灵给我们印象的决心 谨慎的记录灵感 是向神表示 我们视祂赐给我们的信息 为神圣 做记录 也提升我们记起啟示的能力 这些由灵而来的指引的记录 应该要受到保护 以免遗失 或者受到其他人的干扰 经文提供具说服力的确认 证明贯彻始终地遵行真理 如何开启了一线门 得到令人知道要做什么的灵感 和当需要的时候 一个人的能力 可以经由神圣权能获得提升 经文描据其他人 如何在有需要的时候 得到主增强他们的能力 去斬升困难疑惑 和似乎无法克服的挑战 当你沉思的例子的时候 这些例子的时候 圣灵平静的确认就会出现 证明这些人的经验是真实的 你会知道 你都可以得到类似的帮助 我见过有些人 当他们遇到的挑战 超过他们自己的经验所能 处理的时候 他们仍然知道要怎么做 因为他们信任主 知道主会指引他们 获得所急需的解决方案 主向我们宣告 而且你们要自高天蒙受教导 要圣化自己 你们就会蒙受能力 使你们能将我说的那样 去给予 要圣化自己这几个字 可能看起来难以理解 李会长曾经这样解释 你可以用遵守我的戒命 来取代这几个字 用这种方法去读的话 这项劝告似乎会更清楚 一个人必须在思想和身体结症 同有纯洁的动机 好让主可以启发他 一个服从主的戒命的人 会蒙得主的信任 这个人可以得到主的灵感 知道要做什么 还有有需要的话 获得神圣权能去做这些事 要令到灵性绝壮成长 还有更容易在有需要时拥有灵性 就必须在正义的环境里培养灵性 傲慢、骄傲、自负 就像石地一样 永远都不会结出灵性的果子 欠卑是肥沃的土壤 灵性在这样的土壤上成长 还有结出灵感的果子 令人知道要做什么 欠卑通往神圣权能 使人能够完成必须做的事 动机出于渴望 获得赞赏或表扬的人 是不会合资格获得圣灵的教导 骄傲任由情绪影响决定的人 是不会获得圣灵有力的带领 当我们成为其他人的工具 而不是只是想着自己的时候 我们会更容易得到灵感 在帮助他人的过程中 主会附上有利我们个人的子人 我们的天父将我们放置在地面上 不是要我们失败 而是要我们荣耀地获得成功 虽然可能听起来自相矛盾 但是这是原因 辨认祈祷的答复有时会很困难 有时我们依赖自己的经验和能力 去面对人生 比较有智慧的做法 是我们寻求透过祈祷和神圣的灵感 知道要做什么 我们的服从肯定做一件事 就是当有需要时 我们会合资格获得神圣权能 去完成受灵启发的目标 好像我们这样 奥利佛考得利 也认不出由主所赐给他 答复了他祈祷的证据 为了开启他的眼 以及我们的眼 主透过约失丝密 给予以下的启示 由于祢所做的事 祢有福了 因为祢已求问我 看我 每次祢求问 都得到我灵的教导 要不然 祢不会来到祢这时所在的地方 看我 祢知道祢已求问我 而我启发了祢的心智 现在 我告诉你这些事 好使你知道 你已被真理之灵提法 如果你觉得 神未曾答复你的祈祷 请沉思这些经文 然后 在你自己的生活中 仔细地尋找 神可能已经答复你的证据 来自神的感觉或提示 有两个指标 就是这种感觉或提示 会令你内心平安 和感到柔和的温暖 当你跟从我所说的这些原则 你就会准备好 在你生命中 关键的时刻 认出启示 你越是紧贴 跟随神圣指引 你今生和永恒 所获得的快乐 就越大 此外 你的进步就越多 以及你服务的能力 也越大 我不完全了解 这些事是怎样成就的 但是 你人生里面的指引 不会拿走你的选择权 你可以做你所选择的决定 但是记住 决意做正义的事 会带来心灵的平安 和幸福 万一做错了错误的决定 通过悔改 会有回头的路 当符合赎罪的条件 我们的救主 耶稣基督的赎罪 就解除公道对所造成的错误的要求 简单得令人惊讶 而且是多么美好 随着你不断生活正义 你会经常获得提示 知道要做些什么 有时找出要有什么行动 可能需要你付出很大的努力和信任 不过如果你符合在生活中获得神圣指引的条件 即是说服从主的戒命 信任主神圣的幸福计划 以及避开任何与之违背的事 你就会得到提示 知道要做些什么 与我们天上的父沟通不是无关重要的事 与天父沟通是神圣的特权 是基于永恒不变的原则 依照我们的信心 服从和恰当的行使选择权 我们获得天上的福的帮助 愿主启发你去明白和运用这些 引向个人启示和灵感的原则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